基隆市長候選人謝麗公在市黨部提出 解編公有地簡易都更 再造新基隆的政策 希望透過修法 解編基隆市的公有地 再利用都市更新來發展 但是謝麗公強調 這些要由連能又有執行力的人來做 才能無私的完成計畫 而謝麗公就是最適合的人 對的事要由對的人來做 其實我們必須要有一個 連能又有執行力的人 來擔任這樣的工作 才是事情成功的保證 才不是又偏頗了或某私人之力 所以利公是最有執行力 另外被問到黃錦泰總部 繼造勢大會成立 可能有不少藍營 甚至國民黨支持者參加 謝麗公強調平常心看待 他就是國民黨提名 唯一的基隆市長候選人 我想這個選舉活動 那就是有很多各種不同形式的造勢 我想今天不外乎就是這其中的一種 那我還是以平常心來看待 但是我必須強調的 這個國民黨目前唯一提名的市長候選人 就是謝麗公 那至於說那些參與其他的 我想我們可能還是要了解 他為何參與他實際的一些狀況 可能還要了解清楚 那這個部分可能黨部這邊 會適時適當的做一個成立 不過謝麗公方面 也已經準備好新的文宣 除了暢談再造新基隆的政策之外 文宣反面也列舉 黃錦泰涉灘被羈押的新聞報導 訴求藍營支持者一定要全力支持 國民黨唯一提名 連人又有執行力的謝麗公 記者吳俊松採訪報導